财信传媒集团董事长谢金河今天在脸书指出 最近很常被问的问题不是股票 而是美元可以买了吗 因为不少人被美元套牢 他结论是可以再等几个月 谢金河指出美元从川普进白宫一直跌到现在 投资美元的认为美国最早升息又缩表 再加上川普减税 鼓励制造业重返美国落欢振华 烙边关度以云谋车栏 过去一年美元指数从103.82跌到88.253 逢低买进美元的人全部套牢 被套牢美元的人都不相信美元会如此肌弱不振 继续加码美元 谢金河认为最近港币大点值 看起来资金有撤离香港现象 港股表现疲弱 亚洲最弱势的货币是菲律宾的批索 韩元又创新高 来到1052.47 看起来台币有突破29的机会 人民币汇率可能加速升值 突破6.24后 可能朝历史最高点6.037挺进 想买美元的人不急 可以再等几个月 谢金河 本报资料照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